有这个个资法最高罚千万 但是真的能够杜绝个资外线吗 一起来看 关键新带来关心个资法的初审通过修法了 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到底 有没有真的去制裁这些诈骗的案件呢 今天我们要听到国民党的立委赖世宝 是大早安 是委员早安 我们今天还是要问很多诈骗案 甚至传出是内政部流出的 2300万的国人的个资 现在有下文吗 行政院没有处理耶 那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说要去处理这些诈骗案 甚至个资法的修法 但是现在是不是就只敢打民间 不敢打自己人 没有错 你看到他现在的修法 都是个资都讲个人 民间 那对政府泄露个资的 没有啊 几乎没有 那现有的法律 我看了一下 刑法相关法律就有规范 就相关的机关 如果泄露个资 那个要处罚的 要处罚的 首长要处罚 但是问题就自己人啊 不敢动 所以只敢去处罚 个人 而且他修法的重点 也只不过是把个人的 行度 行者提高 最高就关三年吗 关三年 还有那个金额也提高了 上千万元 对上千万 那可是对于官方的 没有 这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那大家都知道 在野党 包括我们党团 其他在野党团 不断的开启车会 所以我们的个资 泄露多严重 不要怀疑 你我的资料都被泄出去了 被卖 被卖了 这里面出去最多的内政部 呼证师 他资料最完整 还有健保署 资料也出去 官方很多的资料都出去 而且都在外面兜售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我前一次我们开的记者会 说二十万笔出去 他整个他整个被盗出去 分批了卖 一批来讲的话 很便宜耶 非常便宜耶 这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就几十块美金 就没有了 你的资料全部被卖走 不是一个人 是整批的卖很便宜 为什么 进家 他整个害出去以后 开始就卖这个卖这个 他没有独占 所以他把它分批卖 你看两千三百万 分成这一类 比如说军人这一类 什么这个公务员一类 什么一类 教授一类 是这样子 分批卖 这已经我们找了多少资料 开了多少记者会 咨询了 结果大家一推250 过去来讲 有个治安会议汇报 现在应该是书法部 书法部底下有个资安署 他完全不关了 我们书法部只关 点明线 就这样而已 就是很奇怪的 而且有这个匿名的人士 就是跟媒体报道说 其实总统蔡英文的资料 也被兜售出去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安危机 为什么内政部不查 为什么行政院不查 那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既然都是已经这么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他们只敢罚民间 不敢罚就是自己人呢 好像在护着什么 那为什么好像也不敢去跟大家说 你的资料被网路上贩卖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防患措施 政府也没告诉我们 没有你可以看从蔡总统 还有行政院长 立法院长 立法委员 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 几乎资料都被盗了 政府束手无策 雙手一摊 而且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也不断讲 通过通讯软件 比如说LINE 这里面也有一些 前一阵子我还看到 怎么奇怪 有政府的重要官员在卖药 那是假的 还有财经官员在 叫人家来操作股市 炒股 怎么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绝对是假的 绝对是炸的 没有啊 政府束手无策 那这个政府干什么 成立政府打炸队 成绩是零了 成绩是零 大概每一年 最近统计 每一年诈骗的经济所得 大概七八十亿以上 很可怕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政府没有作为 那怎么办 我觉得立法院还是可以 做点事 我们希望能够要求 政府要罚政府机关 老百姓要提高警觉 要随时去把资料截图去告 我们有针灸队 这一步来讲 是做的动作很快的 这个倒可以做 防诈骗 怎么样跟我们的当地的 165 打165 是有帮助的 感谢感谢 好你知道吗 你的个资恐怕都已经被兜售在网络上面 尤其是大家最担心的 你的这个个人资料 包括你的姓名 地址 家人 还有你已婚未婚等等的 通通可能都在暗网上贩售了 而且还传出两千三百万国人的资料 是不是内政部就是流传出去的 但大家很担心 所以现在呢 行政院拍板呢 这个初审呢 是要修这个个资法 但是呢 只有出版的要去审哦 那未来呢 你最高就罚千万元 然后呢 你如果要坐牢的话 三年 那这样够吗 为什么只敢罚 民间自己人呢 好像从内政部流出来资料 内政部好像都没有去做处理 数发部做什么 其实我们很怀疑的是呢 现在竟然 我们都知道说资料被兜售出去了 所以可能很常会收到一些诈骗电话 甚至有人冒用你的头像等等的 但是政府真的帮得了我们吗 还是要我们自己救自己呢 我们看到网络上呢 就充满了很多的假讯息 政府说要打假讯息 打到哪里去了 以上是我们找不到今天情形 想到镜头 交给棚内 它是澎湖浮蓬西莱登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 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明镜就是说